用他的特殊的方式来在政坛打出一片天 所以去告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他的手法 好战的李敖 这样的性格在官司中也表露无遗 李敖没有消遣 不爱名牌 更不喜欢品尝美食 李敖曾说过 打官司为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结果当然是有权有势的人胜利 但在过程里 我可以公开羞辱你 也是一种胜利 也是享受 或许打官司对于热衷时事批判的他来说 是另类的信念延伸 2000年3月18日 这一天是台湾史上第一次政党轮替 同时也中断了国民党在台湾 长达55年的执政 那次的选举 一共有五组候选人参选 当年参与投票的选民 人数超过了1200万人 投票率也超过了八成 李敖当时在新党 以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直接成为新党的代表 他的副手则是冯沪祥 这是李敖第一次想要挤身政治界 身为政治的素人 第一次参与政治竟然就直接挑战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会 快人快语不按牌理出牌的理由 会为原本就复杂的政治圈投下什么样的震撼蛋呢 我们新党的常委会 将正式建议 全党公职人员大会 来征召李敖先生 代表新党参加公元2000年的大选 时任新党党主席李庆华召开记者会 宣布李敖将代表新党出征 参选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李敖并没有出席这场记者会 他待在家里忙着接听来自亲朋好友祝福的电话 同时接受记者专访 李敖在这场选举中喊出的口号是 洗你的脑掐他的脖子 这样的口号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这就是李敖深来一笔的犀利言论 很多的意义吧 不只是说是为了理想或者是什么吧 我觉得也可能有一点就是说 以他那种个性不服输 老子一定也要来参加嘛 对不对 这么大的场面 我怎么可以说放过他呢 然后以后记忆比说李敖也参选过 对不对 这不是人生也是一大乐视吗 对不对 何况他的社会关系非常好 到了那个年代 那么他办募款餐会啊什么东西 我相信也 那个选举也不会花到他什么钱的了 当时很多人说 李敖根本志在参选 不在当选 果然李敖这个具有戏剧性的人物 在选前一天 和李庆华 突然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已经让人摸不着头绪的李敖 又要变出什么样的把戏呢 目前选情景风 主张台独的候选人声势高涨 清华认为反台独的力量 没有分裂的本情 所有反台独的选民应该集中选票 知全力支持宋主 今天这个记者会我明白 告诉这位 就是双礼请宋记者会 选举前夕 新党突然决定 弃李保宋 要全力护航宋主于当选 然而李敖和新党的计划并没有奏效 不仅李敖的得票率只有0.13%垫底 宋主于也没能当选 2006年台北市长选举李敖再一次批挂上阵 他左批民进党 右打国民党 而参与台北市长选举 必须缴交新台币200万元保证金 李敖就在登记参选的当天 带着现钞标示参选到底的决心 虽然李敖在这两次参选都没能如愿 惨遭挫败 但是在竞选期间 李敖那话风犀利